冷水下鍋 這個筍才沒有其他雜味 燉這個冬筍的話 最好的地方就是這個 這一塊 切還有它的方法 那肯定啊 你不能就這裡一下 這裡一下就不行了 我那鼓也給切下來 是 我就切開來 還香吧 一股肉香味 但是一股生肉香味 裡面的顏色還是很新鮮的肉的顏色 哇 這個豬蹄直接飛出去了 吃了它還會跑 然後手裡邊的骨髓 這兒是蹄筋 這個你掌不動 本地人的三茶油 就是茶香味 哇 油漬漬的 對對對 聞到這個味道 就知道過年了 過年了 吃火腿了 吃火腿了 茶油燒熱 爆炒火腿 辣香味瞬間撲面而來 炒到兩面金黃 再加水燉煮 孤獨之中 香味在小院中弥漫開來 冬筍下鍋 與火腿在鍋中相遇 辣香 鹹香 甜香 相互交融 哇 好漂亮吧 你看 這個很漂亮啊 這個切面 對 切出來就是這種薄片 對 一半白 然後一半是紅色的 對呀 上面還有一層 一層焦黃色的皮 炒到金黃色色 哎呦好香啊 豬油跟茶油的一個混合 對 紅辣椒 香辣香辣的 哇 顏色一下子就更漂亮了 紅綠都有 辣香味十足的火腿肉 和清爽的青菜在鍋中相遇 火腿不膩 青菜不素 口感 味道剛剛好 火腿肉和蘿蔔一起蒸 蘿蔔特有的清爽 結合火腿獨特的香膩 讓這道菜的口感更上一層樓 這時候火腿冬筍已經燉好了 哎呀 火腿的那個醬汁 已經全部融到這個湯汁裡了 你看一點都不膩喔 看起來很緊緻 這是醃了一年的這個豬皮 哇 好好吃 火腿燉冬筍 有著火腿的鹹香 又有著冬筍的香甜 鮮鹹合一 味道絕佳